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表示说国民党不能没有郭台铭 期盼大家共同来努力 是让黄振庭他这番爆料 等同是跟郭台铭直接来宣战 媒体人王上志就认为了 其实背后就是金浦冲在凑兜护猴 只不过这样的做法呢 是加分还是复分 我才看到了王显秋呢 他就认为了绝对是复分 因为郭台铭他的情绪被激化之后 接下来更不利于整合 一脸严肃紧进行被担安工作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回归市政 出席治安汇报 不过征战2024党内始终不平静 国民党秘書长黄建廷 透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曾经承诺争取总统提名失利 就会列入部分区立委 郭台铭发声明回呛 双方各说各话 隔空炮火不断 所以重情重义 重承诺是我不变的本质 所有的 对整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非常不满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一起共同面对 让我们政府因为下架民进党 侯友宜想换夹 毕竟团结要紧 国民党也发新闻稿声明 政党轮替需要国台铭一起团结 时隔一天 郭台铭脸书再度po文 用三国演义中 著名的马超寒碎 骤浪浪零间计的故事比喻 说有心人士从中挑拨抹黑 明显是在操作非律阵营的敌对 对于国民党高层 自己始终一路情义相挺 并无任何怨言 民意多数盼望政党轮替 不要大意让美好的胜利 从手上溜走 只是郭台铭没说 这离间故事中的主谋曹操 对应下来究竟是谁 当主席朱立伦喊话 就怕国民党跟郭董关系越闹越僵 折合之路似乎遥遥无奇 但另一个头痛的是 党内换猴声浪不断 更传闻将在12日的中常会 发起换猴提案 比赛的过程当中 难免有一些障碍 我不但会超越在那里 我更会往前冲 更会凝聚所有的力量 赢得胜利 听郭势力蠢蠢欲动 尽管郭台铭说 欲棒相争会让羽庸得利 但外界形容郭台铭随时要翻脸 两败俱伤的下场 恐怕彼此都要好好想想 记者林俊廷 江凯玲采访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昨天在脸书痛批民进党 一直画大饼丢右耳 但是不规范着都跟 伪老重建的合建契约定型化范本 根本是放任建商坑杀地主 郭台铭搭送居住建议热潮 直接点名蔡英文总统 可曾听见都跟地主们的哭泣 他质疑都市更新和伪老重建 两项政策已经失控 还说常听到建商伪造文书 私吞融机奖励贯公社笔 或是因为合约没有著名退场机制 成为万年合约 建商和地主的争议实有所为 而吃亏的往往都是地主 感谢郭董把我们家的案例 拿出来讲 建商拿着103年的 代科辩章的授权书 就拿我爸妈的房子跟土地 去申请106年之后 才有的伪老新法的 这个申请这个奖励容机 那我爸妈的土地产生出来的 这个123坪多的伪老的奖励容机 通通都被建商全部吃掉 郭台铭之一 反所奸深的合建法条 有几个地主能看懂 但十几年过去 关于都跟与伪老的 合建契约定型化范本 却不见拟定 哪些条文该记载 哪些不该记载 都没获得政府的保障 郭台铭批评民进党 似乎就是一直画大饼或丢诱饵 一下子租金补助 一下子融机奖励 想不到实质的房屋政策 竟还放任建商 坑杀地主 建商跟地主是更 资讯极为更不对称的两方 结果竟然没有定型化契约 那就导致就是 你都只能够相信 或者是被坑蒙拐骗 我们被免费稀释了 10坪多的商业区精华土地 建坪123坪的围老 均价你大概七八十万 我们光是这样子就损失大概一亿了 在签下同意书之前 建议要多多打听建商的风评 跟过去的推案记录 到底这家建商优劣如何 再来签同意书 其次契约内容也应该逐条审阅 是否颁布都更为老重建的 合建契约定型化版本 内政部暂时没有回应 但相较台面上所有总统前选人 郭台铭再在点出执政党弱点 也凸显战业党监督不力 政治到处频频再度展现对 总统大位的野心 记者朝天皇上权权 在方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